183. 《文匯報》 北京禁煙滿月90人被罰 2015年7月4日《中國新聞》 A13神舟快信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田一行北京報導 北京市委計委昨日發布消息稱 北京控煙新條例實施一個月以來 共有40家單位因整改不到位被行政處罰 90人因違法吸煙被處罰 罰款金額近10萬元人民幣 從第一個月檢查的情況看 控煙合格率較高的是醫療機構和學校 較低的是餐飲業 合格率僅有42.33% 據了解 6月1日開始實施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 之所以被稱為史上罪嚴 是因為規定了凡是大屋頂的公共區域都不能吸煙 包括公共場所 工作場所的室內區域 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內 此外 幼兒院 中小學校 民物保護單位 體育場 兒童醫院等室外區域也禁止吸煙 北京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新聞發言人高小俊作日稱 北京有400多萬的吸煙者 130萬至170萬的單位 而衛生執法人員僅千餘人 目前控煙執法力量還不夠強 執法隊伍少 者施執法難點之一 此外 一些單位不重視條例的樂述等 加大了執法難度 除了 除了 取得 取得